遵守不推不跑不雨三不原則 喧嘩跑步容易引擎慌亂 小朋友戴著防災頭套 在市長協助下疏散到操場集合 受傷小朋友經過包紮處理 沒有生命危險 聯繫對面的喜事社區 請求暫時避難所 隨後在喜事敦目救援隊成員協助下 引導到喜事社區臨時避難空間 緊急避難 用中山隧道的出口 因為土石灘發 所以油罐車與轎車發生的事故 像小架車的駕駛沒有疑似 請求一一九救援 同一時間中山隧道發生了 連環車禍 駕駛收困車內 油罐車外洩引發大火 消防隊員利用破壞器材 將受困駕駛揪出 目前累積雨量已達350毫米 地震發生時 本市中山區中和國小 正值學生上課時間 由任客教師協助引導學生 至校園桌場作為臨時避難所 就用市政府舉辦了年度的防災演習 演習分成四個場地 同時登場 情況是模擬豪雨加上發生地震 包括學校區裡如何自救疏散演練 爬行的方式然後沿著旁邊的軟墊 爬行的第四四對 其中中和國小現場規劃 基礎自救技能操作演練 分為防災桌遊 用物體驗 緊急救護止血 地震防災互動 及救災AR VR 眼鏡等 市長林又昌在消防局長 陳龍輝的陪同下逐一視察 由於五月份中旬 這個災防法的修正案 剛剛才通過 未來我們也會繼續加強學校 跟企業的防災修律的訓練 對 那就是我們在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包括跟日本新鋼線 以及包括跟西加坡有非常多的 一個防災的一個交流 那不只是經驗的交流 我們每年度也都進行人員的一個交流 此外 年度的防災演習 特別要求基隆市39所國小校長 共同操作體驗 CPR 及 AED 操作 市長林又昌親自上場示範體驗 希望能夠提升各級學校製救能力 那校園長要自己在投作 所以市長要求今天所有校園長都要來 也親自要求他們要學習 這個 CPR 還有怎麼樣使用 AED 那這樣子到學校校園裡面去呢 回頭去這個請學校裡面的幹部 或者是老師 未來也來進一步學習 增加這個使用的一個能力 基隆因為地理位置和地形關係 圖石流和地震都是可能遇上 市府動員的600多人參與年度的演練 希望災害真正來臨時 才能夠在第一時間將傷亡降到最低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道